AI的发展速度真的是太可怕了 我们公司甚至已经把AI当成员工来用了 事情是这样的 随着公司业务的增多 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库和文档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当我们要查找某个知识时 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传统的搜索都是基于关键词的 而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也不记得当时 到底记录了什么关键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招人 招一个知识管理专员或文档工程师 专门负责整理维护公司内部的知识库和文档 提高员工们的文档查找效率 但这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呀 一说就想啊 现在AI不是很火吗 我能不能把文档喂给AI 让他帮我查找内容呢 对呀 说战就战 我就来做一个AI文档助手吧 作为一名程序员 这点事还是难不倒我的 但是 虽然网上有现成的方案 但想要自己开发一个AI文档助手 还是非常麻烦的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大模型 但到哪找大模型呢 创业公司自己肯定练不起 而且模型效果差 其他平台呢 成本又很高 然后呢 你需要自己开发 标准的流程是 你要使用开发方架 读写项量数据库 切分文本片段 并写检索逻辑等等 非常麻烦 还有这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难以量化评估AI的效果 难以迭代优化 万一你花很多的时间 做出来的AI助手后 发现是个人工智障 怎么办呢 正当我被这些问题困扰时 一位大厂的朋友跟我说 哎呀 那没什么 来 来看这个好看 这是什么 原来这是最新推出的 大模型应用开发平台 阿里云百炼 它是经过了千锤百炼 为了降低AI应用开发门槛而生的 阿里云百炼提供了 国内外数十个优质大模型 可以直接一键调用 开发者可以通过 纯界面点击的方式 快速开发AI应用 还能二次训练和调优自己的大模型 而不用关心底层算力 模型预训练 工具开发等等的复杂工作 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 那下面我就带大家实战 如何只用几分钟 快速制作AI文档助手 一 创建应用 首先进入百炼平台的应用广场 平台已经内置了一些常见应用 我们选择适用于知识检索的 检索能力增强应用 点击创建应用 输入名称 系统会自动为我们分配存储资源 先不管它 我们直接完成创建 然后你就可以测试应用了 虽然现在没有导入任何文档 但基于通一千问大模型的能力 也能回答大多数的问题了 二 未数据 先将已有文档数据导出为PDF 然后进入企业数据管理页面 点击标签管理 给每个知识库分别创建一个标签 然后点击导入企业数据 将文档PDF导入数据库 选择对应的标签 然后稍等片刻 数据就导入成功了 点击预览文档 可以看到系统已经自动将PDF文档 切分成了多个文本片段 当我们向AI提问时 系统会先根据用户的提问 通过向量相似度检索的方式 在数据库中找到最匹配的文档片段 将它们作为AI的上下文 进行归纳总结 最终给出用户答案 三 修改应用 进入应用管理页面 我们可以修改文档助手 检索的数据范围 比如指检索编程学习 标签相关的文档 还可以快速设置AI的回答风格 干预AI的输入内容和生成结果等等 这个功能是非常实用的 即使是AI 也不能让它乱讲话 四 测试效果 提问 想学好加画基础 有什么建议吗 可以看到 AI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回答的来源 正是我们之前上传的文档 至此 得益于阿里云百炼的强大能力 只需短短几分钟的傻瓜式操作 我们就制作完成了自己的AI文档助手 相比于自己开发 我们不需要任何大模型和框架的专业知识 也不需要关心 存储 分词 相似检索的具体实现 人人都可以开发大模型应用 在制作完应用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阿里云百炼的API调用能力 在程序中轻松使用AI了 以加瓦开发为例 查看调用文档 首先引入阿里云百炼的Java SDK 然后在文档中找到代码示例 复制粘贴代码到自己的项目中 并且依次修改几个身份健全变量 然后输入问题并运行 就能得到AI的回复了 之后你就可以基于这段程序 来开发网页应用 提供接口服务 或者接入企业微信群机器人自动回复 进一步提高AI的易用性 那除了上面演示的文档检索应用外 百炼还内置了数据查询 文案创作 摘要抽取 等开箱即用的应用 不过让我最期待的还是他们的插件能力 可以灵活快速地增强AI应用的功能 让我们在应用市场创建插件调度增强应用 可以选择系统预制的插件 也可以自定义API插件 插件随开随用 比如我们开启路径规划插件 就可以创建出拥有地图导航能力的AI应用了 除了快速创建AI应用的能力外 百炼的另一大核心能力是模型训练 首先进入模型市场 你可以直接基于现成的官方或第三方大模型 创建干净安全的大模型应用 如果你对模型的效果有更高的要求 可以进入模型管理页面 以现有的大模型为基础 上传自己的训练数据 并选择参数配置来对模型进行微调 从而进一步优化模型的效果 百炼还提供了应用效果评估和模型评测能力 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应用和模型的效果 便于持续迭代优化 这个功能对企业来说会更加实用 最后我想说 现在的AI发展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在这个大模型百花齐放的时期 大家都想借助大模型制作创新应用 并实现各行各业的生产和服务方式的变革 那么既然大家都在卷应用 如何简易高效的开发部署大模型应用 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百炼的定位是很巧妙的 就是为企业和开发者提供工具 降低你的开发门槛 基于阿里云百炼的现有能力 哪怕你完全不会编程和AI算法 也已经能够快速制作自己的知识库助手 写作助手 办公助手 而且未来平台的能力肯定也会越来越强 所以我对百炼的发展还是充满期待的 也强烈建议大家 像视频中演示的一样 实现下大模型应用的开发流程 紧跟时代的脚步 用AI来武装自己 而不是被AI所淘汰 创成一个没rzeände 我们成功都会